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4月14日,喂,大家好 一个星期前,4月7日马克龙离开中国 他访问完,当然轻高采烈地 做到很多生意,或者得到很多利益 待会再跟大家再复述 但是马克龙就很兴奋地说 说要追求欧洲的战略自主 但是马克龙这样说的时候 在欧洲很多人骂他 但也得到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的支持 其实,在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马克龙会不会 最后被人骂到他下台呢 因为开始有一些美国支持的媒体 就要抢马克龙的贪腐啊 各样去揭去的丑闻啊 各样东西 最后,这一场内斗 西方内的内斗 会有什么结果呢 待会跟大家谈谈 讨论一下 另一样东西呢 其实也是想说一下 其实 现在呢 这个世界呢 是很有趣的 美国加息了 已经13个月 去年3月可以加息 为什么去到今天 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说 那些什么 阿根廷啊 或者是非洲啊 那么多个国家 没有人是破产 美国 为什么金融逃都 为什么会失效呢 一会想跟大家又讨论一下 另外呢 有一件事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的 还有这个中东的 一会想 如果有时间 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 那我们先进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寿必记的频道 分享 留言 赞好 和赞啰啰啰 请你们一天的12点钟 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有什么片子出 首先第一件事呢 我给你看一下 全球 2022年 贸易顺差国前七名 是哪些国家先啊 那就是这些国家 现在呢 在贸易里面呢 是赚大钱的 中国 是得到呢 八千七八七十六亿 第二那个呢 是俄罗斯哦 俄罗斯打俄会战争 你想着他 哎呀 有些石油又被人限价 又这又路啊 西方又封杀他 那怎么知道呢 俄罗斯买少了欧洲的产品之后呢 买了很多大陆货 接着呢 原来算下呢 欧洲呢 就二手买他的石油 原来呢 他去年呢 竟然是全球第二大的贸易顺差国 就是欧洲呢 不是没有用俄罗斯石油 不过经印度啊 中国啊 或者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赚你欧洲差价之下 他买入了俄罗斯石油 所以俄罗斯呢 仍然是 贸易顺差 赚到很多钱 第三个呢 是沙地阿拉伯 2213亿 第四个 挪威 挪威呢 原来呢 在这个欧会战争里面呢 都是 以卖石油和天然气呢 就发了大达的 第五啦 就是澳洲 1231亿 因为呢 美国之前呢 就 没加息之前呢 其实这个世界呢 因为美国印银子 之前 加息之前 其实呢 令到很多资源国呢 都赚到很多钱的 哈 澳洲呢 有很多铁礦石啊 或者不同的天然资源呢 都是赚到钱 而且去年欧会战争呢 糧食 是比较紧张的 就算说 我知道 铁礦石买得没那么贵啦 后来打了 加息之后 但是呢 糧食 是很紧张的哈 所以澳洲呢 也都有很多糧食啊 羊毛啊 或者是不同的农产品啊 所以也都赚了很多钱 第六个就是卡塔尔啦 有968亿 因为都是卖石油和天然气啦 跟着是德国 德国的贸易顺差呢 少了很多哈 只有853亿 都比帅 好 这个就是个事实啦 其实呢 可以说一句呢 这个世界呢 在中俄阵营里面呢 就有五个国家 有四个国家呢 是这个世界贸易顺差国里面 这七个里面 有四个是中俄阵营的 就是中国啦 俄罗斯啦 沙地啦 和卡塔尔 这四个国家呢 赚了很多美金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们发觉 如果还站在美国那边 那就是美国印银子 就买走他们的石油了 买走中国的工业制品了 你看到呢 为什么沙地会站在中国那边的原因就是 现在问题是西方玩龐氏骗局嘛 印银子就买很多物资 那这些国家就赚了很多美金 那些美金多到呢 没有订用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啦 另一边啦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是哪几个呢 这五个呢 那欧盟呢 就全部计在一起的 美国 贸易逆差呢 就有1198亿 1198亿 美金的贸易逆差 欧盟呢 有4320亿 即是 不计得 计在德国的啦 应该要 计在德国的顺差 如果不计得的话呢 整个欧盟的逆差就可能5000多亿的啦 印度2735亿 日本15亿 日本很不妥 在华会战争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 直接买入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呢 又是经转手买 就贵了很多价位 那 这些呢 日本呢 其实呢 在过去一年呢 真的差不多要死的啦 因为呢 他 核心的支柱工业呢 被中国的汽车业呢 打到就来死的啦 呃 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呢 在2022年还是日本的 但是都是三百多万架车 而中国呢 刚刚就踏入三百万架 的汽车出口 就是说呢 日本的支柱产业呢 就来被大陆呢 就是 打倒的啦 因为中国呢 除了有比亚迪之外呢 还有Tesla Tesla是美国品牌 但是主要的汽车出产是中国出产 那加上Tesla呢 那日本真的不够中国车打的啊 日本车现在 南韩 都有四百七十二亿的贸易亿车 那你其实呢 可以说美国的盟友呢 是危险的 那印度就一个 就不算美国盟友 所以印度呢 现在看到就是说 中俄阵营 比较强大 因为全部贸易顺差的嘛 而印度就沾过来了 喂 那我们金砖国家 不如本币结算啦 是不是啊 那就是不用美金啦 那其实你明不明啊 为什么会沙地站过来呢 就是发觉你美国佬有银子而已 是不是啊 我贴你中国 我贴你俄罗斯 可以和伊朗和好 我少了很多军事压力 现在沙地贴了下去 中国这边之后 就倾拓了 也门那边的胡塞武装 什么都好 总之跟沙地就和好了 不再打仗 就是你自己查新闻啦 总之就搞定了啦 那沙地就少了很多压力 那现在呢 就贴你俄罗斯之后呢 就和俄罗斯做工手联盟 就一起 就浪起油价做减产 跟着呢 尽量就是收 美金以外的 银子 因为你美国佬根本没有嘛 你贸易亦差嘛 是不是啊 万几亿你乱印银子就算了 这个去美元化呢 真是很不行的 所以呢 现在有一个形势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 美国今次加了4.75厘息 平时呢 加少少息呢 就令到很多国家都要死的 比如说阿根廷啊 土耳其啊 很多非洲国家 很多非洲国家 或者是南美国家 就在美国加息之下呢 就会 1.6的 就是说 可能要赠卖资产 因为手上没有美金嘛 但是问题就是说 现在大陆 一年都已经赚8776亿美金的时候 他拿些美金 和这些 缺乏美元 即是美元加息之后 很多美元都走回去美国啦 美国就抽水嘛 吸收了些美金嘛 这些国家以前呢 就没得选 就要赠卖资产 去求美金回来 去还美金债 现在大陆呢 就拿他们赚到的 8776亿呢 就向这些非洲国家 或者拉美国家说 就是 我借美金给你 等你还债之后呢 几年后你还人民币给我 所以现在美金呢 就这个金融途都呢 屠宰不到任何国家 只是屠宰到一个叫斯里兰卡的国家 现在呢 问题就是说 他们金专国家 就是中国啊 俄罗斯啊 沙地啊 南非啊 巴西呢 就一起 搞呢 金专国家的银行 跟着呢 这个劳拉走去上海呢 就要见证呢 罗塞夫就是他的徒弟啊 前巴西总统 就任呢 这个金专国家的行 这个银行 开发银行的行长 那搞什么呀 就是 现在这些金专国家 赚到很多美金的 大家合起来 一起去对抗你美国家息 对抗你美国金融途都 你以为死不死呢 现在你美国加来加 不断加息 但是没办法 整死其他国家 没办法吸血的时候 那累积的 贸易逆差越来越巨大 而自己的民国 全部都要在死 那怎么呢 这个形势呢 我们看看 将来怎么发展了 如果你美国 不停加息 而且不启动减息的话 你整个国家呢 就会负的代价呢 我们想象不到这么大的 跟着呢 美国如果硬硬捱下去 什么时候会爆煲呢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形势就是 大陆生产的工业品 很多人买 那些沙地俄罗斯 也都大把美元顺差 他们是大把钱和美国佬还 那些沙地俄罗斯 就是这样说 接着我们转话题 这个呢 马克龙 为什么 会去中国聊天 其实就是说 原本 马克龙里面 你都知道的啦 法国呢 在他附近呢 周围都部署了美军 在法国境内有大把的NGO啊 大把那些亲美分子 那些法奸啊 欧奸啊 意大利有美军基地 德国有美军基地 荷兰有美军基地 英国有美军基地 西班人有美军基地 法国就没有 但是法国境内呢 有被 美国很多NGO滲透 所以呢 2018年有 黄马甲那些的 颜色革命啦 对法国啦 其实一直在法国呢 地缘环境是很恶劣的 你说啊 法国 很废的哦 是吧 1940年的时候 向德国投降 是吧 跟着呢 戴高乐的时候 退出了北约 60年代 跟着00年代 法国加入回北约 做美国的契弟子 做走狗 你说法国多没用啊 但是 其实法国呢 始终有一个传统呢 就是不想做美国狗 因为呢 英国和法国呢 其实呢 在十三四世纪的时候呢 十四五世纪的时候呢 打了一场八年战争 所以法国人呢 一直都不想屈居于 英国或者美国之下的 因为他觉得呢 这些是细寿来的 我说回事实 心里面呢 觉得呢 英国啊 美国啊 这些英国 英国啊 英国啊 这些国家呢 其实对法国呢 一直都是欺凌的 就是在十八世纪呢 有一个七年战争呢 法国就输了给英国 就将他当时有的殖民地 给美国 给英国呢 就抢了 所以就失去了加拿大了 或者失去了美国 内陆的地方啊 但是呢 但是呢 到再迟些 去到拿破仑时代 拿破仑又输了 那法国呢 又被英国呢 抢了 其实可以说一句 法国人 一直都是不抢你 美国佬和英国佬的 其实初初就觉得 扶你美国佬 就是希望反英国佬啦 但是后来 二次大战之后 英国佬和美国佬 就是一伙来的 一齐合理法国 法国是很无奈的 所以法国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出了大高洛 就脱离不弱 就开始勾结苏联 就眉来眼虚 在西方国家里面呢 第一个呢 和苏联呢 做很多贸易的人呢 就是大高洛时代的法国了 但是我要说一句 大高洛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 当时苏联够强大 那法国站在中间 等你美国和俄罗斯 两边拉拢的时候 他就收过最多的利益 那为什么后来 法国玩不到那种 那种的 呃 不作美国契弟弟的一种 的气质呢 就因为一九九一年 苏联死了嘛 一九九一年 苏联死了之后呢 法国整体实力 真是不如美国啦 那唯有啊 那唯有啊 他不在北约里面呢 其实 美国佬一直都有个阴谋 啊 我们上次有说的 就是抢了他 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了 喂 那你法国佬会知道 就 哇 殖民地这么大啊 这里有很多海产 很多天然资源 甚至哈 做电动车的主要的 譬如说 李啦 聶啦 晚啦 孤啦 即是李、聶、晚孤 四样的 重要 做电动车的天然资源呢 在这些的 南太平洋的 他们的 法国的领土呢 我不叫他做殖民地了 哈 因为那些人已经公投接受法国的统治的了 那么美国一直都是很想呢 抢了法国这些领土的 法国 在00年代的时候 法义科齐的时候 如果他不加入北约呢 我想美国就直接抢了他了 那但是去到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中国的实力 已经比当年苏联更强 所以法国是有条件 去玩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的一种 稍微 中立的态度 跟着呢 就是 玩摇摇板 两边收割利益 那法国是有这个本钱的 那法国这个国家里 你不要看少去的 现在你 法国说要搞战略自主 其实他不是 因为法国呢 在1940年的时候 看到希特拉第一时间投降 但是因为投降快的时候 原来那时候欧洲呢 大部分 在德国的工业呢 其实就被美国啊 英国啊 或者是 苏联啊 炸到烂了 但是法国呢 就因为投降得快 德国人呢 攻入法国的时候呢 就没有什么 炸毁法国的工业 跟着呢 到美国 英国去反攻的时候呢 德国人呢 就顾着俄罗斯 顾着苏联的时候呢 就缩得很快 所以呢 英国美国呢 在法国的战争 都不是很激烈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反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保留最多的实力 很快就复兴到 因为他的工业实力呢 在战争里面的损害是很少的 那法国这个投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真是很难说 因为呢 他投降得快呢 损失少 跟着战后他的復元呢 是欧洲里面最快的其中一个国家 而德国呢 就得到美国呀 英国 美国那边大力扶持 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者呢 整体上 德国 还没统一之前呢 就和法国人口差不多 想什么点都好 但是德国呢 比美国扶持 搞了很多工业都好 但是法国是有军工业的 现在你说法国要搞欧洲战略自主 第一件事就会先益到法国自己 就是说叫欧洲国家 要战略自主 真的不要买美国军火 那不买美国军火 就是买法国军火啦 第二件事 现在在欧洲 空中巴士 这种的航空技术 其实和军事也是相关的 但是问题 空巴可不可以没有发过啊 不可以啊 因为大量的 飞机的订单 都是和空中巴士合作的啦 是不是啊 空中巴士合作的啦 那现在问题 大陆是不买波音飞机 买空中巴士的嘛 就是说 你现在马克龙走到大陆那里 谈了很多东西 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说 好像刚才说啦 南太平洋这些的法国领土 会不会和解放军的海军合作 对抗美军呢 这里建几个基地 开放给解放军的军兰在那里停 什么地一二三岛全部玩完啦 但反过来 我发觉开放这些基地 会有什么好处啊 可能大陆 借那么多钱出去 给那么多啊 就是那些南美国家 非洲国家 那现在大陆开始借钱给你法国 那你美国的金融途中 带不到这些二三岛的国家 现在保护你法国 保护你欧洲 那其实对欧洲有数的啊 那在大陆的角度来说 他不希望人民币呢 是彻底代替美金的 因为呢 如果你要全世界的人 都持有人民币的时候 大陆就只可以呢 放弃他的工业 跟着呢 就那些人民呢 就主力呢 就只是用来做消费 那如果大量贸易的逆差 才可以逼到全世界 手上全部 整手都是人民币的嘛 当年美国 是为了要全世界 都要用美金呢 放弃了自己的工业 大陆是不会走美国的旧路的 所以大陆现在就希望 可能扶起你欧洲 而甚至扶起你欧元 令到这个世界 主要贸易的货币 变成人民币 欧元和美金的时候 大陆只是佔全球贸易额的 人民币只是佔三成左右 那这个就对大陆最理想的了 而对欧洲来说 喂 现在大陆不想 人民币清假全球 不想搞人民币霸权 而是想欧洲和人民币 大部分去取代你美金 其实这件事 喂 我是马克龙的反应 是不是 喂 马克龙 平时被美国不断侮辱 有些订单卖给澳洲 被英国美国抢了 抢完 马克龙都不敢骂你 是不是 但是现在马克龙走去大陆 人家是上奔招待 马克龙去到大陆 甚至见习近平的时候 说走自己的翻译 就用习近平的翻译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不信自己的翻译 用自己的翻译的手机 有美国佬的电讯设施 可以涉停他 大陆那边一定用华为的 安全一点 现在问题就是说 马克龙 他在大陆刮到这么多利益的时候 连米歇尔都支持他 但是另一边 冯德罗欣好像脱了水 然后我知道很多国家开始要动 马克龙 美国就说要查马克龙 贪腐什么都好 但是 现在问题 欧洲的人民 过去那一年就被俄乎战争搞到一摸一摸 我其实我不相信 美国找一些美狗传媒 可以打倒马克龙 因为马克龙现在做的事 是振兴法国经济的嘛 叫你欧洲人买军火 买法国军火买法国飞机 是亿自己欧洲人的嘛 是吧 如果你弄死了马克龙 原来击了马林乐庞的 是不是叫浪费 马林乐庞更恨美国佬多些 其实现在呢 马克龙是连任了的了 你美国佬你要扔他走不容易 就算你扔得他走 换个马林乐庞出来还死多两成 其实现在这样搞法 马克龙就是主导欧洲 开始去背叛你美国 其实这个赢面是很大的 我看的 美国真是散散地 先说一下